經歷將近五個月基戰 SPL得力行賽竟來到最後衝刺期 儘管衛冕蒲園還是位居第一 但也曾在上週跟臺皮只有半場勝差 接下來八場將近一個循環 場場大意不得 首要之物就是改善缺點 就大概是比賽中臨場的一些東西吧 因為像我們比賽中失誤很多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細節 很專注的東西 那是練球中一些防守 或是進攻的位置或是タイミング時間等等 而且隨著各隊越來越熟悉彼此 衛冕軍也必須要在進攻端升級 進攻可能是我們的路線 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對手的確越來越熟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一些改變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不論從對手或自己的角度 每場比賽都是最佳導師 跟這兩場一樣 我覺得就是每一次輸球 就是要休整 一樣所有的東西可能是一樣 心態可能是戰術 可能是調度 不只是球員教練團 也是要就是思考一下 為什麼出現這些問題 所以就是過程中就會發現十一連症 也是會發現一個三連敗 所以都是可以有學習的地方 而且幾位連霸班底已經很清楚 最後衝刺階段無需保留 前主帥許敬哲稍早表示 蒲原本季想要衛免難度更高 剩下這八場 他們不但必須磨出更多可用之兵 更要確保龍頭地位 否則教練團的打算將會全盤皆亂 外期新聞 郭登陽 張紀元 採訪報導